第八轮中美高级别经贸磋商正在北京进行当中 而有消息称中方代表团将于4月初赴美进行第九轮磋商 那么这个磋商的结果究竟是好是坏呢 相关问题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会委国际投资总监薛华先生 Michael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们今天来聊一下这两轮谈判是被视为中美化解 贸易战真正的一个冲刺阶段了 市场对此也是抱有很大的期望 那您怎么来看中美这一轮的磋商进展呢 首先我们知道在昨天的谈判开始之后 市场有传出消息说中美在外资技术强制转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但我们认为实际上外资技术强制转让一直是一个伪命题 因为中国其实买的技术一般是美国允许出口的技术 美国还有很多技术是限制出口的 中国也买不到 然后中国之前购买的这些外资转让技术 也是支付了很高的价格 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实际上本来就不是一个贸易谈判的重点 所以出现一些妥协和让步达成和解 我觉得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 那么中美贸易谈判一如我们所料 实际上是现在进入一个长期化的阶段 我们是这样看待的 就是说初期的时候 中国和美国是隔空叫喊 那么双方互不让步 那么随着美国加了几次关税之后 中国遇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开始是放低姿态和美国进行谈判 但是中国现在也发现 就是说和美国这些谈判做出让步之后 似乎是远远还不能达到美国的要求 而且美国方面也没有承诺说 可以取消之前加收的关税 我们昨天看到最新出来的消息是说 说美方愿意在这个谈判达到很好的结果 签计协议之后 会放弃一部分的承评加收的关税 那这个中国是对此事不是很满意的 那么中国现在国内也出现一些声音 说一昧的让步 放弃很多的权利 是不是说有这种妥协的 妥协会不会得到一些收获 中国现在也在探讨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感觉说中国其实现在 也是不急于对这个谈判达成一个 一个很快的一个协议的 美方也说了说不急于说达成一个协议 所以我们预期的这个谈判还会 你来我往的进行下去 那么现在谈判的一个重点 是美国一直在强调说需要有一个监督机制 而这恰恰是中国很难接受的 因为我们看到国内有媒体报道 讲到说之前的鸦片战争 这样一些字眼出来 实际上说明这个谈判 如果有一个监督机制 由美国来监督中国国内的执行情况 对中国政府来讲是很难接受的 所以我们看到昨天李克强出来讲到说 这个外商投资投资法 明年1月1号开始实行 对外商进行更好的保护 以及说财政部出现了一个大幅削减 这个电动汽车的这个补贴关税 这些措施都是希望美国能看到 中国确实确实的在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动 满足美方的需求 但是如果像美方所要求的 说建立一个监督机制的话 我们认为中方很难做到 所以在这个方面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中美谈判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会是一场非常长期的一个谈判 那其实许先生这两天 除了这个中美贸易战的问题 土耳其里拉及错无疑 也是市场上的焦点 我们看到新兴市场货币危机在一起 那巴西阿根廷等货币的一个会价 也都是时机而下 那您觉得这种情况只是短暂的吗 我们认为这些新兴市场的货币危机 是持久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 我们知道去年因为土耳其 拘留了这个美国的牧师 一度造成市场非常动荡 土耳其里拉贬值有40% 那么之后我们知道 因为美联储开始调整了这个货币政策 美联储的加息计划是完全推迟的 那么缩表我们知道经验也要停止 所以造成了美元在一定程度上的走软 所以对这个新兴货币 起到了支撑的作用 但实际上像土耳其 包括阿根廷 巴西这些国家的一些问题 都没有解决 其实货币归根结底 还是一个本国经济的问题 当本国的经济通货膨胀高距不下 经济增长持续放缓 然后政治形势又不稳定的时候 货币必然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但是土耳其一直以为说可以用自己的国家力量 来进行干预 我们知道这次土耳其里拉下跌 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土耳其突然宣布 说对外国的投资者 就不进行任何的里拉借贷 造成了隔夜拆接利率上升到了1200% 造成了里拉下跌的幅度非常大 我们认为实际上这些问题的根本现象 还是本国的经济问题 所以说如果说美元现在货币政策 现在已经逐渐明朗的情况下 市场的重心会逐渐转换到 这些国家的本身的经济增长层面 所以感觉来讲的话 新兴市场货币下跌的问题 有扩展的迹象 所以我们最近看到说 像南非 印尼 阿根廷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那么资金也开始逐渐流出新兴市场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 让人比较担心的一个现象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说到新兴市场货币 我们来谈一下人民币最近的一个表现 看得出他最近也是净显皮态 是不是说这一轮人民币的声势 已经是涨到头了 您觉得 我们知道人民币之前的走强 主要原因是因为说中美贸易谈判 大家有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 这是第一 第二个也是因为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出现了改观 美联储开始走软 实际上中国的人民币 以人民币衡量的购买力 实际上是有高估的迹象 那么之前也有国内的学者提出 说人民币进行适当的贬值 可以舒缓现在出口商品的压力 但是我们也看到 随即美国方面就提出了说 将来人民币不可以贬值 即使是中美贸易将来发生摩擦 或者是进一步的签协议的时候 可能会对人民币出来一些措施 我们认为这个对中国的出口行业来讲 是不利的 所以说中国人民币 在现在这个阶段贬值 我们觉得是反映出了 中国这些出口形式 以及经济增长放缓的 这样一个宏观经济现象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 人民币会不会说大幅贬值的 我们认为不会 因为其实人民币也是一个 要起到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 这也是中国一直有这方面的共识 另外美国方面也是非常警惕的人民币 因为加出了关税 人民币在于贬值 这些加出了关税的话 基本上就被抵消掉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议题 所以我们认为 从短期来看 人民币这个升足是非常有限的 上上继续上升的基础也不存在 但是短期来看的话 大幅贬值 快速贬值的基础也不在 可能会小幅的波动 但是逐渐是可能有适度的贬值 好的 非常感谢Michael 徐伟华先生这一节 和我们的视频连线 谢谢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